鴻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结束了嘉义参拜的行程之后 今天下午是马不停蹄的 来到台北市的葫芦宫 而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出席的里长们通通都不是国民党籍 党中央疑似是有下令 基层不可以跟郭台铭同台 而郭台铭在受访时则说 可以随时跟侯友宜还有柯文哲碰面 更调侃了先离场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只说这个扶龙王怎么不来扶他一下呢 他是扶龙王 我就看到怎么没有来扶我一把 我是希望他不要过两年又跳海跳河 我们希望在这个七月顺的时候 尽量不要跳海跳河 霸气喊话扶龙王王世坚 人都经过了怎么不扶我一把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前脚一踏进宫内 王世坚要避嫌马上匆匆离开 指引他选总统意图越来越明显 外传郭董甚至连进总办公室都找好了 而且还离侯友宜进总不到500公尺 还没决定进办社在哪里 下礼拜各位就知道 不愿正面回应 不过郭董这司马昭之心已经人人皆知 尽管目前民调排行依旧垫底 但他想做蓝白共主意味浓厚 喊话柯猴 call me maybe 要喝咖啡果汁都可以 柯主席已经讲过了 他随时都可以跟我通电话 三个人都有创通的联络管道 果汁 我在等着他打电话来 郭台铭今天参败 不过道场里长们通通都是无党籍 只有一名天山里里长陈永宏 在政院网站上还登记为国民党籍 不过他事后也澄清自己真的不是国民党员 疑似蓝营党中央强硬要求地方里长不得和郭台铭同框 要防小鸡倒戈 不过郭董鸡们回台后 不断对柯文哲侯友谊招手 面对郭爸爸的Coffee Tea or Me 现在换蓝白要接招 记者商人张员杰 斑马王家台北采访报道